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这关于爱独一上帝的诫命 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孩子们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躺 神明记六章四到七节 他也知道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 就是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 圣经一再强调 上帝的独一性 唯有你耶和华是神 往下的十九章的十九节 没有神与我同在 神明记的三十二章的三十九节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 以色亚书的四十五章的五节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他人 以色亚书的四十二章八节 四十八章的十一节 非常清楚 独一的上帝 必须是我们对他所有认识的核心 似乎耶稣基督的诞生 生命和复活 对此提出了挑战 是独一的上帝自己来到了人间 还是耶稣为另外一个实在 一些基督徒接受独一的上帝 是由三个平等和永恒之人 组成的观点 另一些人则说 耶稣不是上帝 而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说和其他人一样 只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有关耶稣的讲述 和有关独一的上帝 耶和华的讲述 从而更好地了解耶稣是谁 下面的表格 总结了一些表明 耶和华和耶稣是同一位神性之人的经文 以下经文表明 耶和华和耶稣是一位神性之人的两个名称 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这底下这底下 在左边的全是在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概念下的讲述 右边的全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的讲述 除我以外 左边 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 以赛亚书 43章3节和10节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拯救者 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 使古识和世巴做你的替身 43章10节 耶和华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我所拣选的仆人 唯要使你们知道 并且相信我 又明白 我就是纳卫 在我以前 没有神被造出来 在我以后 也没有 45章21到22节 你们述说吧 提出理由吧 让他们彼此商议吧 谁是古识 谁从古识 使人听见这事呢 谁从上古 把这事述说出来呢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三也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拯救者 除了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22节 全地的人啊 你们都要归向我 都要得救 右边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世界的救主 约翰一书四章 读家福音二章十一节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耶稣 提摩太后书一章 提多书二章十三节 等候呢 有福的盼望 就是我们伟大的神 救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显现 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 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靠住我们的 那靠住我们的神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 得着和我们同样宝贵信心的人 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至于我们的救赎主 冠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字 耶利米书的一章三十四节 以赎亚书的四十七章四节 我们的救赎主 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 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 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三节 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 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受咒诅的 启示录五章九节 他们唱着新歌说 你配取书卷 配拆开封印 因为你曾被杀 曾用你的血 从各支派 各方言 各民族 各邦国 把人买了来归给神 提多书的二章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己 为的是要救赎我们 脱离一切不法的事 并且洁净我们 做他自己的子民 热心善功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二十一节 但我们素来盼望 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 不但这样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 已经是第三天了 阿们 下面左边是 耶和华是我们的旧创造者 右边是耶稣 是我们的创造者 左边 我是创造万物的耶和华 单靠我自己 以色亚书44章24节 你的救赎主 就是那在母胎中 就造了你的耶和华 这样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我是独自展开诸天 铺上大地的 右边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 约翰福音一章三节 万有是基督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基督他造的 讲的是耶稣 格罗七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天上地 天上地上的万有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无论是做王位的 或是做主的 或是执政的 或是掌权的 都是本著他造的 万有 都是基督他 又是围住他 而造的 耶和华 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左边 他给万物生命 试图行砖 十七章二十五节 也不受人手的服侍 好像他缺少什么 他自己反而把生命 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他是你生命 生命纪三十章二十节 爱耶和华 爱耶和华 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 紧靠他 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长寿 这样 你才能在耶和华 向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启示应许 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 三十二章的三十九节 现在你们要知道 只有我是那一位 除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我使人死 也使人活 我打伤 我也医治 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 抢救出去 右边 他赐世人生命 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 因此 神的食物 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 我是生命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六节 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是急着我 没有人 能到父 那里去 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的生命 定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要活着 六章的二十七节到四十七节 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 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 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众人又问他 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 耶稣回答 信神所拆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了 三十 于是他们就说 你要行什么神迹 让我们看了就信你呢 你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正如经上所记 他把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他们吃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不是摩西 把那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你们 而是我父 把天上来的真实物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 他们对耶稣说 主啊 求你常把这食物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但我告诉你们 你们虽然见了我 还是不信 凡是父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绝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人 我连一个也不失落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他们复活 因为我父的旨意 是要使所有看见了子 而信的人 有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他们复活 犹太人 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 就纷纷议论他 他们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 耶稣吗 他的父母 我们不都认识吗 现在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彼此议论 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 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 我也要使他复活 先知书上记着 工人都必受神的教导 凡听见 从父那里来的教训 而又学习的 必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 有人见过父 只有从神那里来的 那一位 他才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的人 有永圣 耶和华是我们的父 左边 右边是耶稣是我们的父 左边 我们的父耶和华 以赛亚书63章16节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 但你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父 从亘古以来 你的名字就是 我们的救赎主 右边 耶稣是我们的父 永恒之父 以赛亚书9章6节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正权必担在他的肩上 他的名必成为 奇妙的侧师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耶和华 是 我是 耶稣是 我是 左边 他的名字 是 我是 除埃及记 三章14节 耶和华 将来 都是 启示录的 一章8节 主神说 我是 阿拉法 我是 阿拉法 我是 阿拉法 我是 因为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有伟大 有力 和可谓的神 他不寻情面 也不受贿赂 启示录 右边 启示录 17章14节 他们要跟 羊羔作战 羊羔必胜过他们 因为他是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那些同羊羔 与羊羔同在 蒙照 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胜过他们 耶和华 是 我们的 牧者 右边 耶稣 是我们的牧者 左边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十篇 二十三章的 一节 以赛亚书的 四十章 十 一节 他必向牧人 牧养自己的羊群 想用 绑壁 聚集 羊羔 抱在自己的怀中 慢慢引导 如羊 小羊的 右边 我是好牧人 约翰福音的十章 纸一节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下面 左边 耶和华是全能的 右边 耶稣是全能的 全能的神 创世纪 十七章一节 亚伯兰 亚伯兰 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你要做完全人 二十八章三节 愿全能的神 赐福给你 使你繁衍众多 成为大族 耶和华是全能的 历代志上二十九节十一 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 尊大能力 荣耀 胜利和威严 都是你的 因为天上地下的万有 都是你的 耶和华 国度是你的 你是至高的 是万有之手 右边 全能的神 启示录一章八节 全能的神 以赛亚书 九章六节 他拥有天地间一切的权柄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 耶稣上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 都赐给我了 耶和华是圣洁的神 耶稣是圣洁的神 左边 只有你是圣洁的 以赛亚书的六章三节 圣洁的 以赛亚书 三十章的十五节 因为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 你们得救 在于悔改和安息 你们得力 在于平静和信靠 五十四章的五节 因为造你的 就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被称为全地的神 右边 圣洁的 马可福音的一章 二十四节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神的圣者 师徒行转 三章十四节 说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神的圣者 左边耶和华是我们的光 右边耶稣是我们的光 耶和华是我的光 诗篇二十七章一章 二十七章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救恩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 我还拒谁呢 以色列书六十章二十节 你的太阳必不再落下 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 必要终止 右边耶稣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三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必定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住生命的光 一章九节 那光来到世界 是普照世人的真光 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 右边耶稣是我们的磐石 左边唯有祂是我的磐石 诗篇的六十二章的六五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 我救恩的脚 我的高台 十八章的二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 我救恩的脚 我的高台 右边 基督是磐石 格林多前书的十章四节 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盘石那里来的 这盘石就是基督 彼得前书的二章八节 他又做了半角的石头 使人跌倒的盘石 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 他们这样是必然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右边耶稣是我们的王 耶和华是永远的王 十篇十章十六节 耶和华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列国都从他的地上灭亡 右边万王之王 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 他们要跟杨高作战 杨高必胜过他们 因为他是万王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那些与杨高同在 蒙兆被选有中心的 也必胜过他们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 要对西安的居民 说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 他是温柔的 他骑着驴 骑的是小驴 耶和华是首先的和最后的 耶稣是首先的和最后的 左边 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的十节 耶和华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我所拣选的仆人 为要使你们知道 并且相信我 并且相信我 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在我以前没有神 被造出来 四十一章的四节 谁定着事 并且做成 谁从起初 预定万代呢 就是我 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与后最后的人 同在的 也是我 四十八章的十二节 雅各 我所 呼召的以色列 你要听我的话 我就是那位 我是首先的 也是 末后的 右边 启示录 二十二章的十三节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弥际嘎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是创始的 也是成终的 一章八节 主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弥际嘎 我是今在 西在 以后 要来 全能的神 阿们 耶和华 左边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盼望 右边 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 耶利米书 十七章十三节 耶和华 以色列的盼望 离弃你的 都必蒙羞 偏离你的 他们的名字 必写在沙土上 因为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 这活水的源头 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不要使我 因你惊恐 在灾祸的日子 你是我的避难所 五十章七节 所有遇见他们的 都吞吃他们 他们的敌人说 我们没有罪 因为他们得罪了 耶和华 那真正的居所 耶和华 是他们列祖的盼望 右边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盼望 提摩太前书 一章一节 奉我们的救主神 和我们的盼望 耶稣基督的 基督耶稣的名列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米塞亚到来的预言 已经宣告很久了 大多数基督徒都相当熟悉 诸如必有一个同女怀孕生子 这样的预言 有趣的是 这些预言当中 有很多都告诉人们 上帝自己唯一的主 耶和华将来到世上 与他的子民同在 例如刚才引用的那段话 接着说 要称他的名为伊玛内利 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 另一段经文宣称 将要出生的孩子 将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这是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 而当施洗约翰 在宣布 耶稣的降临的时候 他引用的预言说 你们当预备 耶和华的路 在荒漠地 修植 我们上帝的大道 这段经文 继续说 耶和华的荣耀 必然显现 对犹大的诚意说 看啊 你们的神 看啊 主耶和华 必以大能的手 临到 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三五十节 还有路加福音的三章四节 正如以赛亚先知的书上写着 在旷野 在旷野 有呼喊着的声音 预备主的道 修植 他的路 阿们 人们祈求独一的上帝降临 耶和华 求你是诸天下垂 亲自降临 十篇一四四章五节 他的降临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啊 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 欢喜快乐 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九节 所以理所当然的 这应该也必然遇事 那位独一上帝 盼望与他的子民同在 看啊 因为我要来 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 这是耶和华说的 撒加利亚书二章十节 这些预言在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得到了应验 在耶稣基督里 唯一的上帝 向人类显现 与他们共同生活 因此在新约当中 有许多经文 认定耶稣就是那位上帝 他被称为真神 这是在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 救主 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二章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 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 智者们知道预言 所以他们承认 耶稣是他们的王和上帝 他们来敬拜他 这是马太福音的二章二节和十一节 耶稣出生时 众天使都敬拜他 这是在希伯来书的一章六节 当耶稣说 他是从天上下来赐给世人生命的那一位时 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八节 以及当他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九节 还有 我与父 缘为一的时候 他就在宣告自己 是独一的神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 阿们 虽然这许多经文表明 耶稣和耶和华是同一位神性之人 但还有其他经文表明 父和子的区别 我们不能只靠一组经文 就建立对圣经和上帝的完整理解 相反 我们需要某种方法来整合所有的教导 牢记耶稣在出生和复活之间 发生了变化 这一事实 可能有助于我们整合各种教导 耶稣在世上生活期间 曾受试探 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三节 他还没有得着荣耀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 但要逐步进入他的荣耀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九节 他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 路加福音的二章五十二节 在复活之前 耶和华和耶稣的结合还没有完成 所以耶稣说我要到父 我要到我父那里去 因为我父比我大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八节 十六章的十六节 不久你们不会再看见我 再过不久你们还要看见我 只有在这一项事工完成后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 他才能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二十 十八节 直到那时 他才是完全和充分的上帝 阿们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经常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乃上帝所出 而上帝在耶稣身上也逐渐彰显自己 所以起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后来与耶和华合而为一 成为完全的上帝 一般来说 分别讲述父与子的经文 并没有描述如同两个人之间那样的关系 却更像是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这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十节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住在另一个人里面 但如果说灵魂住在身体里面 或者在这里说 无限的神性灵魂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确实是合情合理的了 所以基督被称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格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 格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 和神的形象 菲律比书的二章六节 正如保罗所说 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格林多后书的四章六节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格罗西书的二章九节 约翰经文也描述了类似的关系 约翰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上帝的灵魂是看不见的 像人的灵魂一样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六章四十六节 这不是说有人见过他 只有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 他才见过父 但那灵魂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 就像在他自己一样 由于你只有通过人的身体 才能与他的灵魂沟通 所以耶稣说 除了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章六节 而只有靠近耶稣基督 我们才可以亲近 宇宙间唯一的上帝 他也就是我们的主 来到人间 以慈爱和温暖的人之形象 向我们展现了他自己 阿们 我现在 转到 这是印的点评 玛琳你读了印的点评 但是如果要读不完到 七点五十 我们停下来 先祷告让他去休息 然后我们继续读好不好 好啊 其实现在就有 还有几分钟了 不到十分钟了 要不要问问印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什么要讲的 然后咱们祷告 让印就去休息 好 好的 好 好注意 您 Just a moment 您 这篇文章是很长的 所以我们刚才继续 订了你的文章 我们要读你的文章 after you leave if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please use these several minut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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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fine about everything I have enjoyed going back through all those scriptures because I've been flicking through my Bible every time I've seen a scripture reference and I've really enjoyed just doing that it's been lovely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me and Se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reading you read with a lot of meaning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way you read and present the scriptu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thanks Guang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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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more things to ad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arlene,我們可以問一下聖靈嗎? 因為剛才那篇文章中講很清楚父跟子的關係 但是我們基督教核心的三位一體神 好像還沒有聽牧師講過 那聽聽看How about the Holy Spirit? Thank you. 你的問題就是說因為神和那個主這個關係今天講得很清楚 但是那個聖靈和主的關係是嗎? 是的,謝謝. Okay, yeah. In there is a question from Jialin. Today's article talked clearly about God and Jesus. Yes. They are in one. How about the Holy Spirit? Can I just refer you to the scripture in John's Gospel, Lin? When Jesus breathed, remember that breathed on them and said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Yes, breathed. And the same in the Book of Acts where you have the Holy Spirit appeared as flames of fire, not as a person, but as something much more intangible, you know, to receive the breath of Christ. That means, you know, when somebody's had a heart attac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Lin, We breathe into their mouths to give them resuscitation. So breath is very much about life. And when Jesus breathed on the disciples, this was all about the Holy Spirit giving us new life, giving the disciples new life, and ever since, giving us new life. That's what breathing means, bringing us back to life. There you go, bringing us back to life. That's what is meant by Jesus breathed on the disciples and said receive you the Holy Spirit. Thanks, Lin. Yes, Lin, just as just said, Inian was just talking about this, in the Bible there was talking about Jesus. There you are a breath or a breath in the Lord, like that, to his blood, 然后呢就是 耶稣 这个印讲的呢 就是说我们 当我们收到了 这个耶稣的这个呼吸 以后呢那么我们就有了 新的生命 实际上这个呼吸 呢也是就在这个 好像我记得过去印讲过 在希伯来 那个语的那个 原文里面他也是说 这个呼吸和圣灵 他这个好像是 这个词是相通的 所以呢就是说 就是新生命也是就是 把我们就是带入了 新的生命 这就是圣灵的意思 谢谢很清楚 谢谢 OK Thank you Ian Thank you Ian Very clear The scripture is John's Gospel chapter 20 Yeah And it's verse 22 Yeah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二节 刚才就是他说的这个呼吸的这个 吹气的这一段 In today There are a lot of discussion About God Or The love and Wisdom Is in Jesus Right Even there is a process Gradually Going You know Completely Filled Jesus But they are Together Yes And also I think Because When we talk About God The nature Of God Is Infinite Right Is everywhere Well that's exactly it Yeah So basically God is In us Anyw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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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verywhere Um So So Because Love and Wisdom Is not Confined To Time And Space No So So it's not as if God is stretching Himself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Or anything Like That Because When you get up to the Spiritual level There's no time Or space Yeah When we talk about Jesus in us Um Jesus already in us Basically Right Um So We've Talk about Jesus in us We have to be With Jesus All the time Yes So this is Um Is Differen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Jesus already in us Because he is Infinite And he He He's everywhere Um Just because We have to Follow what he said And do what he said That is Really Um Put us With With the Jesus existence In us Or God Exist In us In the same Spectrum Yes Yes Absolutely I love what you're Saying Um Don't forget That Um Divine love And divine Wisdom Was Personified Um In Jesus In other words We have a glimpse Of Love And wisdom Uh Through What we know About Jesus Christ Uh The fact that he He never hit He never hit out At people He was always Patient He He said such Sublime And amazing Things We get We get the Feeling of divine Love and wisdom Forever Growing in him Until the Resurrection When it Completely Took him Over And that's why There was no Body found in The tomb All Everything About him His mind His body His thoughts And even The very body Of flesh and bones Was Consumed In inverted Commas By divine Love And wisdom It was Transformed Because of the Amazing presence Of divine Love and wisdom In him Thanks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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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 问 I'm going to lead A prayer Then you can have a rest Then Lin will translate What you talk Okay Thanks Thank you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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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能力 他的种种的作为 主啊 两千多年过去了 人们还是不认识你 人们还是难以接受 以为 你是有三个位格 是三个不同的人 主啊 今天这篇文章 向我们揭示 你和主 父 父 是完全天天是一位的 然后让我们了解 你到了世上以后 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 荣耀了你的 全部 使你最后和父 和整个的全能神 是融为一体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这 属天的真理 真真正正 对于许许多多的世人来说 是很难接受 很难理解的 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能 这样的直面 这样的真理 能够敞开心怀 接受它 这是我们的福气 也是你大恩典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感谢你 赐予我们 音牧师 这样一位导师 主啊 也有位粮食义友 他的身体 一直很孱弱 主啊 恳求你 带领他 呵护他 赐恩于他 让他每天都平平安安 快开乐乐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 Lynn can I just say this and I don't want to I'm not going to add very much but because divine love and wisdom was present within Jesus he led a perfect life you and I can never live a perfect life as the apostle Paul said about Jesus he was tempted in all points like we are and then Paul also said of us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now that makes Jesus excuse me totally unique he was God in human form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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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night I love being at your meeting 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gai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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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good rest thank you good night 好 瑪琳 你先把刚才那一段 先翻译一下 然后再读 印的这个点评 其实刚才我 我那个问 印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想 想有点想搞清楚 这个与主同在 就是我们经常说要与主同在 主同住在 主住在我们里面 但实际上主的这个神性的 他的这个食指是 是没有没有时空界限的 他是整个是无限的 所以呢 他是无数不在的 但是呢 就是说 印讲的就是说神性之爱和神性智慧 在耶稣里面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和耶稣的这个肉身 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耶稣在世上 经历过所有的这个 试探 然后他也 战胜了 这个完完全全战胜了 这个魔鬼 所以到最后 他的这个 胞底 他的这个 最后他的那个 尸体是 是根本就见不到的 就是完完全全和神性 这个结合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耶稣就是 就是神本身嘛 就是印就讲到 就是说我们作为 作为这个人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肉体里面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做不到 像耶稣那样 就是说完全神性化的那个 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 这个很长的这个重生的过程 通过这个重生的过程呢 我们真正和自己 就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这个耶稣 这个神性 能够 才能够就是说 有同一频率上面的交流 也就像我们说的 这是我 后来是我家的 就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 我们总是在这个 良善和这个邪恶 这个中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帮嘴上 是吧 就是老是在这个平衡的 这个位置上 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嘛 所以就是说 在经过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我们尽量 要做到在这个良善这一边 也就是在主这一边 通过我们学习圣经 然后行出来 这样呢 就是我们整个重生的 这个一个过程 不知道说清楚 好 谢谢 大家 读吧 那我就开始读这个 关于耶稣是谁 这一主题的点评和思考 这是印牧师 今天给我们提供的 一简介 正如你们刚才 所做的那样 听着阅读今晚的学习内容 我也仔细回顾了 很多很多 圣经引文 这里强调两件事 第一 神的独一性 第二 这位天地的唯一真神 道成肉身 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显现在尘质上 有很多证据表明 在耶稣死亡和复活后的 前三个世纪里 基督徒相信 耶稣是来到世上的上帝 不是与全能上帝 耶和华分别的上帝 也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儿子 从今晚的学习中 我向你们强调 使徒保罗 在哥罗西 哥罗西书第二章中的 惊人的教导 这段翻译的好像 等一下啊 我们来一下圣经 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不照着基督 而照着人的传统 和世俗的言论 借着哲学和骗子的空谈 把你们掠去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都有形 有体的住在耶稣里面 你们也是在他里面 得到了丰盛 他是一切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 请注意 使徒保罗并没有教导说 只有全能神的一部分 住在耶稣里面 过去是 现在也是 是神的 丰盛和完全 都在耶稣里面 被译成英语的 这个 fullness 就是丰盛 希腊语的单词 是 Plaroma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 是这样的 是充满的东西 充满的量 和完整的内容 就表示的是 完完全全充满了 换句话说 全能神的一切一切 都基于耶稣身上 不是部分 而是全部 这怎么可能呢 全能神的丰盛 怎么会基于 耶稣里面呢 作为孩子 我们认为 上帝有物理形态 也许是一个老人 也许穿着白衣 留着白胡子 有时坐在 天上的宝座上 这是合理的 因为这是一个 孩子所能理解的极限 但我们需要小心 不要把幼稚的理解 带入我们的成年时代 正如使徒保罗所写的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孩子 理解像孩子 思想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 今天世界上 有一些成年基督徒 继续认为 全能的上帝 是那个坐在 天堂宝座上的 灰白胡子的老头 这是很幼稚的 请想一想 一个坐在 天堂宝座上的 灰白胡子老头 怎么可能与全世界 每一个人都在一起呢 通过这段时间 周三晚间的学习 我们已经看到了 更大的现实 既上帝是神性之爱 和神性智慧 这正是上帝的生命 是的 神性之爱和智慧 我相信大家都曾 以这种方式 经历过上帝 他的圣爱 在我们内里运行和做工 他的圣志 为我们指明 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 复活的耶稣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 喝门 若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启示录 第三章 第二十节 这说的都是神性之爱 和智慧 在寻求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度 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 打开门 让他进来 上帝 与耶稣 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 神性之爱和智慧 也就是全能的上帝 从一开始 就在耶稣体内 神性之爱和神性之慧 是耶稣的灵魂 无限的 无止境的 神性之爱和智慧 在感动和激励着耶稣 当时的人们 也看到了这一点 比如说 他们对耶稣说话 和教导的权威感到惊讶 见马可福音 一章二十二节 他们感到疑惑 因为只有上帝 才能行 耶稣所行的神迹 马可福音 第二章 第七节 耶稣 从一开始 还不是完全的上帝 这一点很重要 要牢记 神性之爱和智慧 是一步一步的 逐步的 完全降临到 耶稣身上的 神性之爱和智慧 全能上帝 经由 马尼亚 道成肉身之师 这有得自 马尼亚的 心性和局限性 于是我们知道 耶稣经历了 严酷的试探 马太福音 第四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我们还知道 耶稣在忍耐方面 得到了试探 他有一次说 这又不信 又歪曲的世代 我和你们在一起 还要多久呢 我还要忍耐你们 多久呢 马太福音 十七章 十七节 我们知道 他常常从人们的需要 和需求中 要求中 退离出来 路加福音 第五章 十五节到十六节 但是随着耶稣 克服并起 他从马尼亚 遗传的有限心性 这种情况 逐渐改变了 随着他这样做 越来越多的神性之爱 和智慧 能够降临于他 直到完全充满他 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 事工和工作 接近尾声时 耶稣说 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十六章 三十三节 全能的上帝 神性之爱 神性之爱 和神性智慧 已经完全与耶稣 融为一体 神性 一切的丰满 都有形 有体的 都有形 有体的 居住在他里面 于是 他可以说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七节 我们在复活的 耶稣身上 看到了上帝 完全的 彻底的 无限的 全能的上帝 在复活的 耶稣基督身上 对我们是可见的 他说 你们 你们 若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 父 约翰福音 十四章 第九节 真好 我们可以 在来自 天堂的 新的 和美丽的 光照中 讨论这些事 不再困求于 关于上帝的 幼稚的思维 关于上帝的 幼稚思维 正如我 一直做的那样 我期待着 这次会议 愿世界 无法给予 但我们 复活的 主 所给予的 美好平安 与你们同在 耶稣牧师 谢谢 谢谢 现在我把这个 关了 大家 可以 开始讨论 我 第一个发言 可以吗 好啊 欢迎 那我觉得 那个 耶稣牧师的 那个点评 我觉得特别好 尤其是他 最后所说的 我们可以在 这个上帝的 真光当中 来摸索这件事情 而不是停留 在我们原来 那个很幼稚的 这个看法里面 那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我们原来 教会的 这个教导 或者我们自己 的心性 我们比较容易 更关注在 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 死这件事情 好像这个死 会带给我们 救赎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 当然我们原来 一直是认为 十字架是 救赎之法 然后 接着史公的 这个揭秘呢 我觉得 他把那个重心 转到了那个 就是 就是单单定睛 在主 他的 他的神 他的就是 这个爱和智慧的 这个结合 这件事情上 也就是 父的这个 这个神性 完全跟 他的人性 是完全在一起 所以就是说 更强调的是 父在他里面 他在父里面 好像 我觉得有这个 重心的是 不一样 就是同样是 十字架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原来 关顾的是 他为我死 现在更多的 关顾的是 他神就是神 就是我 后来我就说 我常常就是 借着史公的 这个开启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神是神 人是人 不要把自己 硬贴到 那个上 这个 这个 这个好像 有一点像 哇 他可以为我死 为我活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原来这个概念 比较强 现在更多的是 关注在 就是他这件事情 就十字架本身 不是救赎之法 但是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救赎链当中的 一方 我就想分享这个 谢谢小英的分享 谢谢 对 小英讲的这个 非常深刻 就是说 今天这个 硬的 点评和思考 确实是 让我们能够 更进一步的明确 exactly 三位一体是 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的学习 都不是很陌生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个三点里面 最 最让我们要思考的是 第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就是 英也讲了 神是独一性 那么在我们教会 你问任何一个人 你怎么成为基督徒 最重要的 这个 一点和最根本的一点 是什么 当然就是 信 世界上只有这一位神 那才你才是一个 进入基督徒的一个 首先的一个 最根本的重要的条件 那么今天 的是一个 他们的那个 牧师 那个秀牧师和广斌 念的这两个对比 实际上也就讲述了 只有这一位神 这个非常明确 读了那么多经文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帮助 确实是很大 那么第二点呢 我就觉得 实际上 上帝 那位独一的上帝 实际上 他是盼望着 与他的子民 同在 这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人 要去理解 如何与神同在 就是刚才 小英讲的 这个 映牧师 这个帮我们分析了 这个 如何来认识 重生 如何来认识 我们就像 玛琳也刚才 问的这个问题 也是这样的 他的圣爱和圣 甚至是在我们 里面如何运行的 上帝 如何来敲 我们的门 我们要是不开 那么上帝 就不可能 与我们 同在 实际上 今天这个第二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实际上 自责们 早就预言了 所以他们 承认耶稣 是他们的王 和上帝 那么其实 耶稣到 来 来救治我们 实际上 也就是盼望着 与他的子民 同在 这就是那个 这两点 比较好理解 第三点 让我深刻思考的是 有这个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 从耶稣出生 到复活之间 这个里面 实际上 不是那么像 我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这个里面 就是有一种 整合起来 这个整一个过程 那么这种 整合的过程 叫 每个人的看法 可能读圣经的 程度不一样 或者学 始功的 这个 属天的 奥秘的 程度不一样 可能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 整合的程度 但是后面 就是 映牧师就 讲得 非常的清楚 今天的那个 学习的文章 里面 他也是 讲得 非常清楚 他通过 玛利亚 升到 这个地球 升到 这个 道成 入生 到我们 这个世界上来 那么在这个 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克服和平次了 从玛利亚来的 那些遗传的 有限星星 那么也就是说 他要 上帝要受到 试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还没有 得到荣耀 也就是说 这个 应讲的 神性的爱和智慧 是一步一步的 着不得完全的 一直到 上帝 受了试探 忍受了很久 克服了很多事情 战胜了一切 恶魔以后 他的神性 才到了 复活以后 才成了完全的 彻底的 无限的 这个就使我的 自己内心里面的 深刻思考 又深 又更加深了 一步 这就是我今天 学习到的 最根本的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姨 一如既往 点评的很有条理 也很深刻 谢谢 谢谢大家 别的人 这个今天这篇文章呢 这个作者 你看 他非常有条理 他把这个 新旧约中 关于讲 耶和华 这边是讲 耶稣的那些论述 拿来一一的 做一比较 让人们看到 前后是 讲的是一回事 讲的是一个 一位神 我也可以分享 是嘉玲 好啊 延续刚才 那个小姨姐妹 讲的 我听 伊恩牧师后面 点评的 那个部分 我有很深的 一个感受 因为以前 在教会 总听说 反倒人告诉我 说我们要 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有的时候 我们很难知道 到底效法主耶稣 什么 而且效法主耶稣 的事情 散在 四福音书中 到处都有 要一点一点 条列起来 好像蛮难的 可是 刚才听 耶牧师的 那个 写到他 讲到 他的神性 为了我们 然后 藉由玛利亚 造成肉身之后 他就能够体会 我们所有的挣扎 我们所有 需要忍受的 可是他 都 胜过了 所以如果 主耶稣 这么尊贵的神 他都来到 这个世界上 他都要经历 这些 那我们算什么 我们就 更可以 所以当 我 听 刚才 牧师这样 讲之后 我就觉得 不是说 我要去把 圣经中 耶稣怎么 那些一点一点 抓出来 而是我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先想一想 如果是耶稣 他会 如果耶稣 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会怎么想 那这样 我好像 比较能理解 以前 教会 他们告诉你说 以耶稣为榜样 类似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真的 很多时候 就算我这样想 可能我也不一定 做得到 所以求主帮助 帮助我们 继续 以他做榜样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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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也说一下 我今天学习的一个感动 就是后面 以牧师点评了一个 我忍耐你们要忍耐到 几时呢 我觉得他说这 刚才点评的时候 特别是忍耐 其实 这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课了 然后我就觉得 耶稣忍耐我们要到几时呢 就是他希望我们 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在生命上面 不再做小孩子 然后得着那丰盛的生命 但是 就是我们有时候 就是 那个忍耐 就是这个功课的话 就是 就是 不会 就是 就是前面也讲的 就是靠着圣灵嘛 就是有时候 这个忍耐的功课的话 真的就是 如果 我的理解就是 真的如果我们 在这句话上面 我自己想 就是 如果在这句话上面 对我 对我自己有出动的 最大的就是 真的有耶稣 那个 那个忍耐的话 圣灵会在我们身上 大大的 做他自己的事的 能就是 我们自己能够放下 自己让神 在我们身上做 然后我们 就是圣灵来改变我们 这个忍耐的功课 确实是 最好的 但是也是最难的 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 我把那个 刚才 这个 小音要把这个 要我把这个 一目视频的点评 发到群里面 我一发过去了 谢谢 我刚才也是听到 这个忍耐的这一段 特别有感觉 因为 因为对 因为我们其实 都不是那么好忍耐的 可是耶稣都忍耐我们的 那更何况 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 弟兄姐妹 那这样的话 就会联想到 上个礼拜 讲了宽恕 饶恕 就是耶稣说的 我们 耶稣怎么饶恕了我们 我们也 要怎么样饶恕 别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 在主耶稣里头 和目 和意 今天就好有感觉 好 谢谢 我理解的那个忍耐 不是被动的忍耐 或者是无奈的忍耐 或者是 有意思的那种 为了忍耐 忍耐 我理解的忍耐就是 按照主的真理 该做的就做 不该做的就 坚决不做 是心性的坚定 而不是被动的忍耐 或者是为了忍耐而忍耐 我就是这样子 我想 这个忍耐应该是 这样子理解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 对不对 很好 我们最近这个群里面有一些讨论 当然 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鼓励 或者说应该允许 也应该鼓励大家的自由意志 对于 不管是 史公的著作也罢 对于圣经也罢 还是对于 其他信仰的 一些教义的理解 每个人都肯定不一样 就像今天晚上 我们读的这篇文章 我相信我们在场的 每一个人 你自己的收获 你自己的理解的深浅度 都肯定不一样 对吧 每个人 如果要求每个人 把自己对这篇文章 读了以后的 感想说出来 肯定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 这个是完全是正常的 完全是正确的 也是非常非常 就是到处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种理解 这种深度不一样 不要准备说 我一定要和你一样 或者说你的理解和我不一样 我就必须要求你和我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也完全不符合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 鼠天的教育 我们所学到的鼠天的教育 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侧点 每个人对灵性的长 深浅啊 或者是这个经历都不一样 所以必须是不一样的 而天堂的人呢 人人都不一样 正是由于不一样 所以天堂才更加丰盛 更加美好 如果大家都千篇一律 那天堂就很 说非常乏味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这个光彩 谢谢 还有要讲的吗 刚才谢谢那个光彬和几个姐妹们的分享 就是雪平刚才讲的这个 因为这个忍耐是各个方面的 其中有一点呢 就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是就像主导文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要免了人的债 就如同我们免了 要上帝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这里面就是上次学习的讲的那个 Exactly 就是宽恕 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核心 那么这个也是牵涉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因为我们有彼此的爱 所以要宽恕 这个宽恕呢 当然我很赞同 这个 刚才那个雪平姐妹讲的 就是说 我们 不光是 从表面上 形式上 宽恕别人 而是要在 遵从主的 道 然后 用智慧 求上帝 给我们的爱和智慧 来真正的宽恕 那才是真的宽恕 所以 人在能宽恕的这个 这个胸禁 就是必须要 谦卑 必须要 接受真理 必须要有 智慧和爱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每个人 就像刚才广兵讲的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 每个人的 就是因为有 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以每个人的心 真正内心深处的感受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要以基督的为榜样 我们的宽恕 就像我们圣经里 读到的那些经文 七次不够 七次四十九次 就是那种 这个就是一种 上帝 爱我们这么不可爱的人 他们都能爱得那么深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灵神 我们怎么样来宽恕别人的 这个 说不易也好 说宽恕别人 这个 伤害你也好 各个方面 所以这个宽恕 是非常广泛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忘记自己 憎恨的事情 实际上是件好事情 这就实际上就是 从根本上是宽恕 但是呢 又不能没有原则 这个是雪平刚才讲的这一点 我很有体会 谢谢大家 各位好 谢谢 我想说两句 首先我先解释 我先谈一下 我个人对宽恕的看法 宽恕呢 一般是指强者对弱者 存在一种宽恕 对于弱者 如果受到了欺负 这种宽恕呢 它不叫宽恕 它只叫着一种 忍其身生 然后我再回过来 就是谈谈我那个 对这个 我的一些感受 一些感受吧 我先说结论 就是说 就是说 主上司将 我们史登威宝的著作里的 是他重造了 恢复了天堂的秩序 这个是对 这个我非常认可 但是如果后面加上一句 他不是为了拯救人 不是为了恢复天堂的秩序 后面这句话 我是不认的 我是不认的 不认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主呢 他本身呢 是掌握一切权利的 他让耶稣 到为肉身来 就是和人有关 就是在救人 如果不是说救人 假如说 就是他和撒旦争战 那和人 可以不用来啊 他还有其他各种方法 然后 我再想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耶稣的受难呢 是三个层面啊 我是这么认为 第一个层面 是 人的恶不得杀了 人的恶表现为法律战 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苦毒 我们的嫉妒 我们的罪 共同不得杀了 虽然我们是不是清除动手了 但是呢 那句话 一群人跟他喊着 放了巴拉巴 杀了 就是 杀了这个人 这代表 这代表什么呢 表面是法律战人 实际上我们都在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种私欲 或者那种就是为了保 当然表面是法律战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地位和权势 因为耶稣 当开始让两个人复活的时候 法律战人是真正容忍不了 容忍不了什么呢 是容忍不了那些人将会跟着他走 而他们丢失了权力和地位 这不是私欲吗 我说第一个呢 就是说是我们人类被他杀了 代表是法律战人 就是用法律战人作为代表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呢 是耶稣的爱 把他送了释迦 很简单的 他可以不杀 他食欲要强了可以不杀 他可以求天兵 第三呢 我认为呢 也是主的掌权 就是主 按这种方式 让耶稣是战胜撒旦 因为撒旦是控告者呀 这些罪人哪一个没罪 你既然背了他的罪 这些罪怎么办 谁来吵 主说了 我儿子差 他们罪免了 然后呢 他们具有 未来 只要他们跟着我 跟着我的人 就有王子的身份 当然了 他们有身份 能不能变成王子 活习 灵习 重生 那就算了 因信称义 唯信称义 对不对 我们不要去 坚决什么反对 唯信称义 称义都是个过程 称义一定是个过程 唯信 一开始你就是唯信 由于你信了 你才会这样做 当然了 我们反对的是 就因为唯信 然后说我就是王子了 我已经信 基督了 我继续行用 我无所谓 那说到根 是没有信 他就没有信 只不过是呢 就那是一个 一个什么 心理安慰剂吧 他压根就没信 所以说我说 这个主耶稣 是 定词架 改变了天堂的次序 就恢复了天堂的次序 我再说一句 不好听的话 可能人们不敢说 我就在怀疑 主一开始是定的律法 希望人们遵守 总和有一些人 跟实现的律法 跟着走啊 但是没有啊 你看那些先贤们 包括雅各等等 到老了都说 过回到阴间去 没有一个出来啊 那这是主的愿望吗 我想是不是不是啊 但是不是还给我们律法 当然有人说 哦 那是为了让我们人 显明罪 我们都是罪人 那主国就是爱我们了 他让我们显明罪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还想救我们吗 但是呢 旧约失败 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意义的 一个都没有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一定懂 但是呢 由于主倦意救我们 给我们机会 只要我们重生 我们向前看 我们去改造我们 可能我们就有机会啊 我就这点感谢 好的 OK 谢谢大家 好 多谢 约队人 还有谁要讲一讲 谢谢大家 還有沒有 如果沒有新的內容要展現的話 我們今天晚上就到這兒,好嗎? 好,謝謝廣賓 謝謝大家,很晚啊 謝謝廣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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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多穿點衣服 謝謝大家 冷空氣來了 謝謝大家 需要衣服告訴我們 晚安 晚安,再見,謝謝 醫生 可能 和邪好吃 披霧